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风会影响它的着陆点 那昨天表演的这个神龙小组啊 那不是伞兵用的制式伞 伞兵的制式伞降了速度更快 为什么 它免得在天上被人家打霸 那么神龙的伞是方块伞 是可以操控的 越高空跳下来 它横移的方向就越远 但是先决条件是看风 如果说跳过伞的就知道 天上的风跟地上的风不同像的 有侧风 有风切 所以神龙小组之所以能够表演 它能够达到定点的比例 像昨天来讲是算成功的演习 那今天大家质疑安不安全 你看下来有没有受伤 就是事实嘛 因为这个指挥官除了地面指挥官 气象指挥官 跳伞 飞机上还有跳伞长的管制 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 不是说草菅人命 这神龙小组表演就是一个 很高超的战绩嘛 他能够有五六个人 还能够到定点着陆 所以这个问题啊 不适合在国防问题上再来炒作了 李杰当年在现场把这个 李贤宇缺掉也是根据管制中心的报告 今天高部长敢让他跳 也是根据这个专业的报告 我说闪将的问题我不想提了 第二个问题我要执行高部长 上次我在总执行里面 已经明白了点出 明年的募兵跟军事采购 都有将近四五百亿的缺口 后年也然 行政院的答复说 是从建国基金解决 我就觉得部长在部会里面 对这个事情 我们部里面自己要研究 建国基金的定义是什么 我认为它不是国防预算 它是国防预算 引改基金所有的一个周转的基金 你不能拿那个基金来代替国防预算 因为国防预算是政府对国军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支付 你今天变卖土地也好 处理别的财产 那是一个不定期的东西 那只是让我们解决 因为募兵制在两年之内要达成 他资金短期一时的现象 就跟我们引改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definition 定义国防部自己也把它弄清楚 因为你一旦财员回来 义住回来 它还是存在的基金 所以从政党轮替以前 陈水扁那个时候就把基金冲作 国防预算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国防预算是常年性 经常性的支出 至于财务的调断因应 那是基金里面来处分 所以我觉得 今天不管行政院将来弄出来 一个什么样的建国基金 国防部自己把自己的定位 要拿捏清楚 部长你同意吧 我非常支持委员这个建议 我们应该这样做 所以问题已经不是 因为所有的政客都是投过生过 可是国防是一个长远的问题 国家的发展大计方针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国防部应该非常坚强的 站出来说 这个东西是应该怎么样处理 第二个我讲 今天募兵 军机问题也好 那是一定会出现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兵力减少以后 你的部署要调整 今天没有道理说 今天我从年初就回来给 总统也给你们报告过 南海问题是下一个十年里面主要的问题 所以将来请部长考量 从陆战队从澎湖 东沙 南沙 应该是一条边的指挥系统 你不能让澎湖的陆军 还是协调空总 协调海总 在获得战略上的一个指挥 就应该是一条边一直到南沙的部署 从中由陆战队来担任 将来的建议部在左营 指挥澎湖 指挥东沙 南沙 所有的作战 护航 它是一条边 这个减少很多联合作战所需要的协调 指挥的空间 它的装备 它的武器也适合澎湖的 阴影的作战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兵少了 木兵使得兵少了 但是我们在联合作战的指挥协调上 也要把它警戒 部长 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意见 委员呢 给我们做了很多次的指导 我想这个 也有其他委员 或者其他的国防专家 给我们提出很多意见 我们现在所有的意见都还在验诊当中 我希望这个 这个会期过了之后 我们会再重新做个考量 因为所谓专家 你是站在作战的立场了 还是站在什么政治考量的立场 你的代表是整个国防的专业立场 我觉得那个 你弄海巡署在那装模作样 我以前跟那 跟他们政治论坛我也讲过 我问你中共有什么资格讲话 中华民国的军队在那边战卫兵 守六四年 也是守我们国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所以今天海巡署不能够代表什么问题 我是觉得今天讲 守徒有责 国防部本来就是守徒有责 我们在 你处理法律问题用海巡 比如说以前进门我也动用过海巡 我在联系上说用过 但是处理法律问题 渔业打船业界的问题 但是守徒是国防的责任 这不是海巡的责任 部长请你把这个观念先执进去 国防部只要接到上面任务 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去 对啊 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江土啊 因为你将来我们要在国际上玩 国际政治玩战略思考 南海问题是一张门票 我再三强调它就是一张门票 我们不要把这张门票随便丢掉 敢不敢玩 不是你的事 是上面老板的事啊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我要玩我的门票我的实力 我想这个问题在国安会议里面 也做过很多次的讨论 那我希望 目前的维持说不定是更好的办法 我希望部长能够坚持我们国防部一贯的一个 我们国防部奉并行事